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小林老师 今天呢,我会出门 我好久没有出门了 因为在家里上课 今天我会去剃头 所以会出去,我头发很长了 我好久没有出这个大门了 这是我在的这个农村 对这个,我不在城市 我在我的老家上课跟大家 然后今天我会出门 我跟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外面 外面的话,春天嘛 现在春天的话 你看到外面黄色的这个 这个是油菜花 然后那个马路上的话 另一边要过再过去一点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油菜花 很好看 等会我去这个镇上理发的时候呢 我去拍一下 很好看 很香 那这个的话呢 是我住的这个村子 我住的村子 最左边的最左边的是我的家 这个最左边 对不对 你看这个春天来了 这个你看多漂亮 这个是马路 这个是马路 我家非常靠近这个马路 这个马路是很好的 是好几年前就修了这个马路 这个这条路很好 然后我现在去镇上的话 去提头 这是我住的这个村子 我现在去那个镇上 小镇上去提头 然后这样看的话 这条路多笔直 对吧 很直的一条路 然后这个这个全是这个油菜花 很漂亮 那剃头之前呢 我来这里拿一个快递 这个是邮政 POST 那这个的话呢 是我今天取快递 拿回来的书 看这个叫当当.com 是我们中国比较大的一个买书的一个网站 我非常喜欢看小书 这个是我工作的地方 工作的房间 我买了很多的这个小说看 我拆开了这本书 这本书呢叫做成年孤儿 就是他写的是 直到父母离开 我们才真正长大成人 到这个镇上了 然后 这个是镇 我们一个小镇嘛 small town 然后 然后我在这里理个发吧 大家好 我已经理好头发啦 怎么样 我带大家呢 去看一下这个我们那个政府大楼 就是我们 我们镇上最漂亮的最好的地方了 那这个这个地方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政府大楼 这个是他的一个广场 是库 广场 你看这个是我不想走那么远的路了哈 这个广场是很大的 这个是政府的大楼 我觉得一个小小的一个town 一个镇修这么好的政府大楼 我觉得花了很多钱了 觉得以前以前我们的政府大楼很小的 现在哇 我觉得像是县里的那种政府大楼一样啊 那这是很好 我带大家去看我们那个 我老家的一条一条河很漂亮 这是我们的一座一座桥哈 桥啊 这就是我们老家的一条一条河了啊 这条河呢 是很漂亮的 嗯 很很大的一条河啊 然后这个旁边的话呢 叫河岸对吧 那这个的话做了一个叫做 冰江公园啊 我我以前没有来过啊 我以前没有来过就这个 这个牌子叫什么啊 啊 冰江公园啊 我以前没有来过啊 这设什么字啊 厌惩黑恶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啊 中国很安全的哈 嗯 嗯